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临床上经常讲三分治疗七分护理 对老书学而讲护理十分重要 在对老书学患者护理之后 我想应当遵循几个原则 第一个应当细心 我们所有的护理人员 对老书学患者一定要细心 细心主要表现对患者的生命期间的观察 比如是意识 痛苦 血压 呼吸 一些进行的细致的观察 包括我们患者有没有入疮等等 所以我们所有的护理人员一定要细心 第二个是耐心 因为老书学患者如果出现了意识障碍 他不能讲话 出现了自信功能障碍 他不能运动 或者患者还有语言障碍等等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耐心 对患者来进行护理 第三个应当于爱心 我们现在讲我们英文人员 大爱无疆 无私分线 对老书学患者的护理应该更是这样 因为爱心我们换味思考 来进行对病人的护理 比如说我们对语言的护理 我们要赤字一痕地进行训练 对自己的护理我们也是要赤字一痕地训练 包括我们对胃肠道的护理 我们要进行多餐少食地进行护理 包括我们对入床的护理 我们要轻翻身 配备房子肺部的感染 房子密要细的发生 这样我们才达到了护理的效果